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名20岁的英国男子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期间 在哈马斯袭击中丧生 揭示 英国人在以色列失踪的绝望最后语音留言 彻底改变艺术博览会的叛逆弹出式展览 莱斯特城对阵埃夫顿直播 英超女子超级联赛最新消息更新 勇敢的樱花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希望被阿根廷击碎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一名20岁的英国男子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期间 在哈马斯袭击中丧生 英国独立报 一名20岁的英国男子在哈马斯激进分子的袭击中丧生 他的家人表示 纳萨尼尔·杨·纳特尼尔·杨在周六在加沙边境被杀 当时哈马斯发动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袭击 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 并越过了重兵把守的边境 他在以色列国防部队服役 揭示 英国人在以色列失踪的绝望最后语音流言 英国独立报 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中 英国公民捷克 马洛被恐怖组织哈马斯武装分子绑架的消息 引发了担忧 马洛在加沙附近的音乐节上担任保安 他给一位朋友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称他正在试图用四轮摩托车疏散人群 他和其他几名音乐节参与者现在失踪 被绑架或被认为已经死亡 以色列军方官员将这次袭击描述为完全前所未有的 并正在努力确保人质的安全归还 彻底改变艺术博览会的叛逆弹出式展览 为报 Frees 艺术博览会于2003年首次在伦敦里根公园举办 已成为艺术界日历上的重要活动 该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廊 艺术家 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 并对伦敦的文化和商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Frees 还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扩展 包括纽约和洛杉矶的博览会 以及相关的展览和活动 该博览会由Matthew Slotover和Amanda Shaw创办 他们是当代艺术杂志Frees的编辑 他们希望创造一个人们可以在传统博物馆之外 看到和购买当代艺术的空间 2000年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开幕 成功激发了他们在伦敦推出Frees的想法 并且他们能够利用当时对当代艺术日益增长的兴趣 Frees 因其能够汇集已经成名的收藏家和新兴艺术家 以及其叛逆和不敬的精神 而受到赞扬 然而 该博览会也因其高昂的价格 和在支撑当代艺术市场中的角色而受到批评 尽管有这些批评 Frees仍然是艺术买家和卖家的重要活动 并继续激发创造性的兴趣和批评 莱斯特城对阵艾富顿直播 英超女子超级联赛最新消息更新 英国独立报 今天的文章为女子超级联赛的莱斯特城 对阵艾富顿的比赛提供了实况报道 文章重点介绍了本赛季女子超级联赛的争冠热门 包括卫冕冠军切尔西 曼联 阿森纳和曼城 文章还提到了布里斯图尔城的晋级 以及利物浦 艾富顿和西汉姆的进步希望 文章指出了女子足球的日益受欢迎 以及对新的海外签约球员的兴奋 实况博客提供比赛的最新消息 勇敢的樱花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希望被阿根廷击碎 日本时报 日本进入橄榄球世界杯八强的希望 被阿根廷粉碎了 阿根廷在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中以 39比27获胜 阿根廷的马特奥 卡雷拉斯 打进三次尝试 确保了胜利 阿根廷将在八强赛中练对威尔士 而日本在比赛中表现出色后将回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是一名英国男子 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期间 在哈马斯袭击中丧生的消息 这次袭击是哈马斯发动的 前所未有的火箭攻击 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这个年轻的英国男子纳萨尼尔 杨在执行职责时不幸遇难 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和平与安全仍然是全球一体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维护和平的局面 接下来是一则关于英国公民在以色列失踪的消息 这名英国公民捷克 马洛在一场恐怖组织哈马斯的袭击中被绑架 他和其他英勒节参与者失踪或已经死亡 这次事件使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威胁再次感到担忧 我们应该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 再来是关于艺术博览会的报道 FREES艺术博览会已经成为艺术界日历上的重要活动 它不仅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廊 艺术家和收藏家 还对当地的文化和商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FREES的创办人 希望创造一个让人们可以在传统博物馆之外 看到和购买当代艺术的空间 尽管有一些对于FREES的批评 但它仍然是艺术界的一个重要活动 为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接下来是女子超级联赛的报道 文章介绍了本赛季女子超级联赛的争冠热门 和一些球队的进步希望 女子足球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 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女子足球 给予女性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 最后是一则关于日本橄榄球世界杯的报道 日本在八强赛中不敌阿根廷 无缘晋级 虽然日本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但最终他们还是无法击败强大的对手 这次比赛再次展示了 橄榄球运动的魅力和竞争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我们一起关注了国际局势 艺术界和体育界的动态 我们应该保持对世界事物的关注 并继续努力维护和平与安全 现在我们开放讨论环节 欢迎各位观众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